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看着女友已经签字 他也只能一同前往 昆虫2号飞船与奥武99年抵达了火星 而这批船员一共有15人 他们中有地下拳手 偷渡客等社会底层人士 也有黑帮成员 连环杀人犯以及恐怖分子 他们都是为了钱或者想要消除罪名才来到了火星 很快 飞船便在覆盖了绿色苔藓的火星上降落 在利用杀虫计扫清了障碍后 各个小队便出餐开始执行任务 可船员们很快就在火星上看到了一人多高 长着蟑螂脸的奇异生物 出于恐惧 有些船员选择了躲避 而小吉与秋田却误将这种生物当成了火星人 还想与他打个招呼 但这个重脸人生的怪物却迅速冲向了秋田 并随手扭断了他的脖子 接着 怪物又瞬间消失在了荒芜的平原上 而这时 另一个小队也带来了船员森木遇害的消息 众人随即便去质问舰长 舰长则告诉大家 那些怪物就是他们要消灭的蟑螂 原来 500年前 人类将蟑螂送到了火星 结果在宇宙辐射和严酷的环境下 蟑螂们却开始了爆发性的进化 并慢慢变成了火星一种 突然现身的本多博士还告诉众人 他们登船前的手术其实是对人体的一种改造 昆虫的DNA已经编误了众人体内 现在只要注入昆虫细胞活性剂 他们便可以瞬间拥有不同的超能力 这就是本多博士所谓的以虫治虫计划 接着 舰长便把每个人的战斗数据发送给了船员们 而这时 怪物正好出现 一名曾为恐怖分子的队员最先出征 他的体内被编入了三井四步行虫的DNA 这是一种可以喷射烈焰的昆虫 而改造后的队员也成功从手掌中喷出了足以致命的火焰 可让众人震惊的是 怪物并没有在火焰中死去 他随即便轻松杀死了这名队员 接着 怪物又击碎玻璃 跳进了飞船内 舰长舰壮迅速化身为子弹椅 轻松搞定了这只蟑螂 可更多的蟑螂已经包围了飞船 众人只能选择逃离火星 但这时 飞船又发生故障 无法起飞 于是舰长便建议众人前往昆虫一号飞船 原来 日本在十年前曾向火星发射了第一艘探索船昆虫一号 如果那艘飞船没有受损 那他们便可以利用昆虫一号返回地球 接着 舰长又决定留下来充当诱饵 为船员们争取宝贵的时间 队员伊朗听闻也决议要与舰长一起留下 在离开前 小吉云已经死去的秋田告别 可他却发现一条细丝正从秋田身上冒出 并向着半空缓缓伸去 而此时 舰长与伊朗已经将敌人引进了飞船 他们关闭了闸门并排空了飞船内的所有空气 希望以此与怪物们同归于尽 另一边 玩世不恭的手肿化身为青江影赤虫 从嘴里喷射出了超音速火焰 在他的帮助下 众人的装甲车终于成功杀出了一条血路 可船员们还没来得及兴奋 视线镜头翻涌的波浪便向他们袭来 众人定睛一看 才发现那竟然是蟑螂集结而成的波浪 幸好手肿依然还在状态 他们顺利挺过了第一波攻击 只是第二波蟑螂又很快出现 两名女队员健壮便迅速注射了活性剂 获得超能力的他们替手肿分担了部分压力 可装甲车冲出重围后还是翻倒在地 在车外战斗的三人也被甩出了装甲车 并很快被蟑螂消灭 而失去控制的装甲车则进入了无人驾驶状态 直接带着昏迷的几人驶向了目的地 来到昆虫一号后 苏醒的队员们分成了两队 两名非社会成员留在飞船附近守卫 小吉等人则来到了飞船内部 副舰长启动了系统 可众人却发现昆虫一号已经无法使用 他只是向地球发送了一份文件 正当三人疑惑时 飞船外又响起了枪声 原来 这些蟑螂竟然已经学会了使用枪械 他们用昆虫一号上的武器 打死了在飞船外的两名黑社会成员 剩下的三人剑状便迅速注射了活性剂 人化身为沙漠飞黄 副舰长变成了螳螂 而小吉则拥有了大雀风的DNA 他的战斗力十分惊人 三人也很快消灭了身边的所有敌人 另一边 昆虫二号上突然恢复了供养 昏迷的舰长也逐渐恢复了意识 恍惚中 他看到蟑螂脱去了身上的外皮 原来 队员森木根本没有死去 他早就化身扁头泥风 用特殊的毒针控制了蟑螂的行动 接着 森木又杀掉了舰长 然后用水唤醒了伊朗 伊朗体内有着沉睡摇纹的DNA 所以他能在缺氧的环境下进入不死状态 只要吸收到足够的水分 他便可以恢复正常 而森木与伊朗背叛众人的目的 就是将蟑螂卵带回地球交给本多博士 与此同时 小吉等人听到了昆虫二号的引擎声 正当他们疑惑时 已经利用无人机收集完战斗数据的本多博士 却将真相告诉了三人 原来 昆虫一号早就带着人类来到了火星 虽然那个小分队全军覆没 但他们却发射逃生飞船带回了一个蟑螂的头颅 本多以此了解了人虫结合的奥秘 他这才制造出了超乎寻常的人虫战士 可本多的野心并没有终止 他期望得到蟑螂的卵翘 这样他就能得知蟑螂进化的秘密 为日本政府研究出最强的人虫大军 另一边 驾驶飞船的一郎 向僧慕谈起了自己的痛苦经历 作为黑客的他 本想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写家人的命运 结果他却被上司诬陷 不仅研究被夺 而且也失去了养回家人的收入 怀着恨意 一郎才决定为金钱效命 完成本多的命令 但这时 蟑螂的卵翘突然孵化 而其中竟然有两个怪物 森木本想再次控制他们 结果却发现这两只蟑螂已经再次进化 控制失效的森木也随即被杀 接着 两只超级蟑螂又发出了嚎叫 在他们的号召下 所有蟑螂竟然打开翅膀飞向天空 将昆虫二号深深拖了下来 小吉等人健壮便再次重启了体内的昆虫DNA 并准备扫清这些障碍 然后利用逃生飞船返回地球 可刚一开始战斗 三人就发现超级蟑螂竟然比他们的行动更加迅捷 力量也无比惊人 转眼间副舰长就被杀死 而为了战胜敌人 人与小吉随即加量注入了活性剂 可即便如此 两人依然只能疲于应战 无奈之下 人选择了疯狂注射 以此进化出了翅膀 并艰难地杀死了一只超级蟑螂 但由于受伤过重 他自己也很快倒地不起 小吉健壮便前去掩护战友 可他完全不是超级蟑螂的对手 就在蟑螂准备彻底解决小吉时 死去的秋田突然化身白色的蝉蛾飞了过来 他一言不发地剥洒着鳞片 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蟑螂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随着枪声响起 爆炸的火光也瞬间将蟑螂大军吞噬 危机时刻 人催发出了最后的力量 抱着小吉逃出了爆炸辐射的范围 小吉则痛苦地看着爱人在烈焰中化为了灰烬 最终小吉变回了人类的模样 人却因为用药过度 永远变成了昆虫 临死之前 并希望小吉代表大家活着回到地球 而面对大难不死的超级蟑螂 小吉只是将他打倒在地 并没有对他赶尽杀绝 在飞船上 进入假死状态的一郎苏醒后 遇到了一只蟑螂 但想着一家人还等着他回去拯救 他瞬间就杀死了面前的蟑螂 接着一郎又遇到了登船的小吉 小吉原本对他充满了恨意 但一郎却在蟑螂手中救下了小吉 小吉也随即决定先与一郎乘坐逃生舱返回地球 另一边 所有研究已被一郎攻之于众 于是身为政府间谍的助手便决定杀了本多 并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他 可助手并没有想到 本多早已不是普通的人类 他轻松就将子弹停滞在半空 并随手用毒气杀死了助手 而在火星上 看着逃生飞船慢慢升空 蟑螂们本想阻止 但超级蟑螂却拦下了他的同类 放过了两人 小吉与一郎也顺利踏上了前往地球的回家之路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